好了,然後我們就是這件要穿小明字 蜜桃 蜜桃 穿線綁在蜜桃絲 然後這其實是我們幾年才賣過的商品 然後那時候就賣的非常漂亮 張哥有那個嗎? 誰嗎? 誰? 容易中啊,然後下面就有許願想看張哥穿這件上衣 不知道是哪件上衣 是哪件上衣? 是小白那件上衣嗎? 是小白那件上衣 是剛剛那件嗎? 幫我回復一下喔 可能兩邊跳來跳去沒有馬上看 反配再留言一次給我 然後這件洋裝呢 其實喔這跳的好快喔 所以想說其實我們前幾年就買過 然後當時賣的很好 後來廠商斷貨 然後今年廠商又重出江湖 然後換了一個新的 有多了一個新的顏色感 那給大家參考一下新的顏色的穿法 但是蜜桃絲材質 然後我覺得厚度大概是春天 夏天震夏的話 很熱的話不行 但冷氣反而我覺得還可以 它的厚度大概就是 它是薄料的蜜桃絲 但因為蜜桃絲本身就是 反而就有保暖度了 不是保暖度就是會感覺比較有一個 蜜桃絲還蜜度比較蜜 這個藍色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這個藍色好看 它是這樣子前排扣式的樣裝 沒錯 然後是沒有內裡的 不過它顏色都不會透 所以是沒有問題 然後它是做這樣子V領的設計 然後袖口是用襯衫開扣式的 是有口袋對不對 對 然後背後是做這樣子的 就是基本的素面 然後它有附一條綁帶 這個時候就是要跟大家介紹綁帶的 就是它綁帶其實你可以這樣解析 就是你收到綁帶的時候 它是這樣一張條 而且很長一條 然後它是這邊有一個洞 這邊它只有一個洞 然後它就是 它要穿過去嗎 YES 但是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 穿過那個洞 對它可以穿過那個洞 然後就是再繞 就是再繞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你覺得我就是手殘 我沒有辦法這樣繞 你就直接繞也可以 對我是直接繞 就直接繞也可以 因為它這個洞洞設計 只是會讓腰帶綁起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有點皺褶 對 但你不用這樣用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像這樣綁比較寬 它其實會比較有收小腹的效果 就是寬的 然後我這邊定第二層 我才又把它拉近 對 就這邊就會感覺有一個腰帶 它就是不同的感覺 然後它的洋裝就是全扶算是寬的 然後蜜桃絲它本身走動的時候 就還是會有一點飄移感 然後涼色下擺是有開場 它要提醒大家 因為蜜桃絲它的布料 裁邊會比較 縫線會比較有感覺 如果你是 那我還好耶 你還好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這裡還是有寬鬆度 不是直接密合的 所以我覺得不算刺 因為我是比較粗皮 我覺得沒感覺 但是還是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就 如果你這麼看的話 我就可以搭一點點想像 因為畢竟這邊側邊 如果你有綁腰帶的話 還是會比較貼近皮膚 所以你可以搭一個小背心 好 那我覺得其他還好 先為蜜桃絲的建議 那我真的覺得還好 不會很刺 因為刺 你就真的會說 它沒有被揍我面子的 刺我就會說刺囉 這次紅黃條件 怎麼多 有錢還變少 因為上次就贏會50元 是最後一次了 對 然後我們這次又是兩件就免運 對 反正就是 想參加活動的人就參加 就不勉強大家了 然後呢 因為我們想跟他互動 大家都默默不跟我們互動 其實我覺得這樣穿起來很划算 因為運費要80吧 對啊 你現在兩件免運 然後又可以扣40元 其實我覺得比運費划算 對 因為運費很貴 因為我們也想跟他互動一下 又一群穿了 又一群穿了 穿了 穿了 那個帽子你覺得穿哪個什麼 帽子 我覺得髮色的關係 但是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款白 白很挑人搭 因為它比較白 因為它比較白 它就是真的是很白的 昨天你就是要搭小格子 如果你要搭小格子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小格子這塊 因為它有黑線 就會感覺有點灰底 就會比較好搭 但是我覺得它太白 所以我自己覺得沒那麼好搭 然後如果是黑色的話 你就是 不要是全黑頭髮 我覺得都可以搭 全黑頭髮 全黑頭髮 你也可以翻過來搭 因為它裡面也是白線 白線的部分 也是可以 只要你不是全黑髮色的話 我覺得黑色就OK 然後這兩個顏色的話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顏色 我也是 因為它這一面 雖然是比較深的可可色 可是它裡面翻過來 就會比較淺色 就會有點像那頂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它是比較好搭 就是你換髮色 或者是深淺色都OK 對 那這樣就是比較淺色系 但是如果我今天髮色的話 或者是我今天衣服比較深 比較中型色 這個就可以翻 就不一樣 所以我比較推薦的顏色 色彩學建議專業專業 好的 我們先派張先生去挑清單 清單